接下来张亚文老师 蔡佳林同学合唱的这首歌曲 《昂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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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八爛的眼睛 都會叫也叫不唱 我無空 口口口大聲也無意義 已經白心的人 沒送我我也無愛在 是你是你是你 對不體我相丟我的心態 愛你由於開花織幾花 你講五間七尾聲 紅月的月別擋一項 想過心的人我無知 兩者看我 別再說哪 是你是你是你 對不體我相丟我的心態 愛你由於開花織過花織 龍龍見七尾聲 安月的月別擋一項 想過心的人都知道 丟臉看見 愛你過門了 愛你過門了 謝謝詹雅雯老師 郭婷筠 高手过招 听起来真的好舒服 听他唱歌好有自信 好过瘾 所有艺人当中 他的自信度是百分百的 真的 真的太棒了 我们请詹老师 先针对他们两位 做个讲语好了 但说无妨 以这样来讲 我觉得他今天 还是唱得太小心了 我还是觉得 你可以用很深情 比较高重的 来呈现这样的歌曲 可是我觉得 已经唱得很好了 真的很棒 但是还没有放开 对 可以再放一点 想要一板一眼 来听听呢 哇他进步太多了 真的吗 真的很厉害 我一直在说 我们先讲歌手念一遍 你会发现 这首歌是你对不起我 歌手重点在第1段 这首歌是我给你唱的时候 我就把第二段的歌出 你来变心 感觉快乐 哪有我很好 他唱的就是这种气候 有个唱法 我们听看看 你来变心感觉快乐 哪有我照顾你 他感觉还想挽留的感觉 这就有那种感觉 没有啊 你来变心 人家没弹过 你来变心 对啊 这比较顺劲 那我说 你来变心感慕快乐 哪有我照顾你 哪有我照顾你 你感慕快乐 我是最好的 你又不爱我 不然你爱吃 这种感觉 我那种感觉 听到我们就知道 我哪有你什么事 我是劝你不要问男人这种话 男人的回答 我照顾我照顾我 哪有一句有重点吗 两三胯婆 麦克风 刚刚对 就是在对Key的时候 我特别问老师 这一句到底要怎么唱 因为老师他有一个很独特 那个喉音 那个我不会 就是 好像摩托车 机上头 就是老师刚刚最后一句 怎么唱 那句太经典了 两三胯婆 麦克风 可是老师那个 麦克风 麦克风 对 但是 就是一般来讲 是西洋歌曲 才会用到的技巧 因为他是三段歌词 后面那句都不同 我就很强调说 三段歌词都不同 你不要唱同样 以前 第一段 两三胯婆 麦克风 我们的气音多一点 然后第二段他唱得很便宜 两三胯婆 麦克风 好像有清醒了 这段感情我有清醒了 但是跟第三段 我要叫你死心 快心 快心 两三胯婆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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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段歌词 这个技巧 趕快学一下 平允你要学的就是这个 平允学一下 这个技巧在哪里 以所有歌手的身材来讲 你是最有条件 对对对 这应该是哈雷 哈雷要出来了 麦克风 他有一点 有 再一次再一次 麦克风 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哪一个节目 像我们老师这样 把好的东西技巧 交给你们 你们要太喜福了 来 我们请评审的马上要举牌 到底今天的良人 人气王会外赛的这个 谁会获胜呢 到底谁赢谁输 紧张啦 郭建宗老师来 请举牌 他是觉得 佳玲 佳玲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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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成对手 反正我们评审 技术一定会有输赢的 丁晓雯老师 请举牌 佳玲二比一了 赵永华如果举佳玲 比赛就结束了 赵永华老师 请举牌 佳玲 老师 请举牌 佳玲 二比二 二比二了 坏人都要林秋里来做 林秋里老师 到底谁会获胜这一票很重要啊 请问你投给的谁 请举牌 佳玲 佳玲 谢谢老师 谢谢 佳玲 是 你的音色几乎是压扁了学沈大哥 不是你原来的音色 所以真首歌听起来很扁 虽然你的唱功还是有 但是这个音色其实不适合你 好 那庭云虽然那一句那个破音很明显 但是说老实话 即使是专业的歌手 在现场都有可能会突出 可是庭云今天的整个的表情 音色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一票我是投给庭云 不过在这边我想我有个请求 因为亚文今天来 也很难得 真不好意思 你要我跟他合唱吗 因为刚刚这个我们詹老师 有唱到一句那个 昂昂的蜜 那个尾音 他其实有转个喉音 但是转法是尾音先脱长再转喉音 这其实是我们选手 比较不会唱的 我们多半选手就是真假音就转过去了 我想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再教我们的选手 多